機密文件要解密 解密完以後呢 我們這節目來賓 在上禮拜就講說 解密大概是整個事情的開始 他不會因為解密以後 事情又結束了 結果到了昨天以後 果不其然 昨天呢 宇昌瀚的機密文件 解密完以後 今天從昨天一整天 一直到今天 包括你把報紙 所有的媒體打開的頭條 二版三版 然後包括天理媒體 幾乎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到了昨天呢 整件事情本來大家都在討論說 有沒有觀感不佳 有沒有旋轉門 裡面有沒有就是家族 投資獲益的一些問題 好 到了昨天晚上 下午黃昏一直到晚上的時候 突然整個事情的焦點 擺在一件事情上面 那就是小英主席在當初 是不是早在三月份 就知道有Timeout 像這樣的一家公司 是不是他要擔任 主要的一個負責人 這個是出自哪裡呢 在昨天的晚報出現 對 就在晚報上面 是這樣寫的 就是說劉易如說 根據金融界會 掌握相關英文文件提示當中 就所看到的是 在蔡英文3月21號 所簽轉我方 你以這個Timeout 這樣的一個形態 與這個就是這個科技公司 來去洽談合作之後呢 就發現這Timeout的英文呢 將這個成為Timeout上面 group的主要的這個投資人 就是說蔡英文呢 是成為他裡面的主要投資人 這句話也想出來之後 大家就來討論說 是不是有這個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就從昨天晚報出來 這件事情當然就是因為 昨天那個金融會主委劉優 就在立法院金融委員會 記者會上面就講了這一段 然後晚報出來以後 在昨天節目現場 我們來賓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突然發現 這一段是不得了的 對 我們昨天節目來賓就講說 如果這一段是事實的話 那小英大概就不用選了吧 大概就已經結束了 這場選戰 對不起 還有宋許醫主席 OK OK 因為大家就講說 因為這個事情如果在三月份 小英當時就已經列明 在這裡面是主要投資人 然後到了五月份你才卸任 到了八月份你才試的話 就等於說他是早知道的意思 甚或我們的節目 來不像姚老師來講說 這有沒有涉及到貪圖 或所有的案子都要去查 然後到了這件事情 民進黨就擺出非常強硬的態度 想說 劉優如果到今天下午 三年以前 你如果不道歉的話 你把原始文件不拿出來的話 我就要告你 好 到了今天上午 你看到所有的早報 都是怎麼寫的呢 我們就看到他們寫說是 藍營就表示說 這家公司 就是英文募資說明書 就剛剛講說那個英文那個部分 那裡面的這個蔡副院長 列為負責人 那綠營就說這要告到底了 好 那今天的早報 大概都是像這樣的一個新聞 然後整件事 大家今天都在等 劉亦如主委 會不會道歉 會不會做什麼事 藍營綠營到底 雙方還在各自校正 然後是不是要告到底 好 那結果到了今天晚報 就今天大概兩點多的時候 劉亦如主委 發了聲明稿了 對 他就說這家公司 這個金建會 投資說明文件 八月當成三月 金建會搞烏龍 劉亦如道歉 他就說出現了烏龍 OK 那如果你昨天 有看我們節目的話 你記不記得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我們的來賓 包括姚一銘 姚老師 這些來賓在講的時候 就說 會不會是八搞成三 是不是這方面造成了一些誤會 因為一個三跟八之間 差一半 差很多 因為那就有沒有涉及貪毒的案件 或是有沒有說是投資 但是觀感 社會觀感各自解讀 好 那整件事情 劉亦如出來道歉 綠營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剛才召開一個記者會 直接講說如果到了明天 包括劉亦如主委 像幾位立法委員 林醫師委員 邱毅委員 謝國良委員 這幾位如果不再出來道歉的話 他們還是要告這些人 當然就是因為在記者會 昨天記者會現場 這整件事情 一直到今天是一直在延燒 這整件事情的焦點 是擺在這個地方了嗎 還是這整件事情的焦點 還是放在說 這整個宇昌案 對於藍營來講 一直質疑的是 小營會不會有當時核診 就你如果事後看 八月你接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三月 你自己曾經核過這個 這樣子社會觀感好不好 藍營現在還在主打這些東西 民眾會怎麼樣看 這整件事情 會跟當初的新漂案一樣嗎 你還記得嗎 有很多人會這樣比拟 今天聯合報的黑白集 直接把宇昌案跟新漂案 兩個做一個對比以後 在裡頭把包括蔡英文主席 包括宋水瑜主席 兩個大概全部都 全部都在裡面講了 對 它這上面寫說 這個宇昌案 儼然是內閣高層兩三人 是以疾疑機密來作為掩護 為蔡英文無尾搬運的共犯結構 說出來這樣的話 他說這個宇昌案 涉及到違法或者是玩法 OK 好 這一篇黑白集 其實我想包括宋主席 包括蔡英文主席看了 其實你大概都不高興 他的重點就是擺在說 覺得這兩個 反正都是你們在做的一些 有沒有涉及到法律的問題就對了 OK 那今天現場來賓 會怎麼樣看這個問題 今天劉易如主委出來的道歉 對整個宇昌案會是一個大翻盤嗎 來 我們先來看一段 米家 宇昌案越演越烈掀起政壇巨浪 藍英出示文件指責立立 綠營批藍英涉嫌偽造文書 藍綠雙方各說各話 有的說這個文件是造假 又有人說這個說明會的這個報告 是8月份的不是3月份的 到底這一份報告是真是假 我想這個答案是非常清楚的 3月31號沒有蔡英文 8月公司的集資說明會裡面 有蔡英文在今天下午3點以前 將所謂的3月31號的簡報資料 的原件請劉易如主委 能夠立刻拿出來 否則3點我們就立刻提出控告 然而就在今天下午 紀念會主委劉易如發表聲明 表示出事的資料時間措置 造成誤會願意道歉 宇昌解密成為一場政治爭鬥 羅生門 大選檢驗整職人物超首 室演前倒數時刻 藍英重套抨擊 對藍英選情是加分還是減分 連清明島總統參選人 宋楚瑜都說 時時丟促宇昌 使機太敏感 宇昌案又會對選情造成哪些衝擊 今晚的新聞面對面 一次說給你聽 好 要看最正確的一些新聞解讀 當然就要聽聽看 我們的來賓會怎麼說了 來 為您介紹今天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好 我們現在介紹是立法委員蔡正元 大家好 在家最新媒體人劉易鴻 大家好 在家文化大學行管系教授姚立民 大家好 我們在家前立法委員徐國勇 大家好 在家最新媒體人王詩琦 大家好 在家前立法委員陳正勝 大家好 楊老師 昨天在節目現場的時候 你就直接講 那個三跟八會不會是這個方面 造成這樣的一個誤會 對不對 對 因為昨天當然有人提這個給我 我真的嚇一大跳 如果是三月 所以我就用問號 會不會是搞錯了 八跟三 因為日期31號都一樣 如果三月份這個是對的 我真的要佩服 那蔡英文就比江陽大道還厲害了 她大膽到她自己明知 三月份知道要投資 她居然還這麼高調的去回應 說你們政治抹黑 那這個人還得了嗎 如果證明三月份是真 有投資 她知道要投資 她自己公司還有投資 然後她現在被揭發出來 還這麼樣兇 所以我就覺得太不合常理 怎麼可能有這種人呢 所以我就用詢問口氣 我認為應該是吧 因為我知道兩件事情 公司是八月份她擔任的 第二 八月份開過投資說明會 第三 八月份要錢過來 這都是在八月發生的 所以這可能會有三五解成八 我當時可能認為是守職 或怎麼那個敢做的 我萬萬沒想到 當然今天我看到資料 可不是有人後加上去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 所以我認為如果昨天我就講 如果是三 我昨天就講了 蔡英文退選 不要假 因為她犯罪了 而且犯了不清的罪 叫圖利罪 是貪污的一部分 你政治上已經 不要假說政治上一定會 跟別政府連在一起 那你可能法律上 都已經要負責任了 你三月份都知道 你自己二月份合 三月份做這公司 然後你五月份下來做他董事長 這是不可以的 結果我就是因為昨天這樣說明 我認為這樣子大膽的 可能性太低了 因為他還公開講說 他在前面籌設的時候 完全都沒有參與 如果是要老實講 那三月如果裡面有你的名字 那就是不得了 那就不得了 這就崩盤了 對民進黨來講 所以我認為這個就不需要討論 只要證實這個三月份 到底是真是假 所以我昨天的評論就認為 有可能 因為這麼不合常理 有沒有可能是日期的錯誤 三跟八 因為三跟八實在有一種像 像的一點 那這一點好不好 插一個耳朵 可是我昨天沒有辦法 我手上沒有英文資料 我也沒有對照版本 這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 我今天看到這個差別 我就覺得大膽狂徒 有人敢將另加日期進去 這個簡直到了匪夷 因為這個是也犯了最好 偽造文書也好 這個對 尤其意圖使人不當選 因為意圖使人不當選 最明顯的意圖使人太多了 因為昨天在判斷的時候 我必須想說 所以我們現場的來賓 大家用專業在做判斷的時候 因為昨天判斷的那個時機點 我剛剛講 因為只有晚報出來了 那大家都還沒有看到說 到底其他的一些文件 是怎麼樣 那就是用口述的 在記者會當中 是到了河來 今天早上早報 他們說他們才拿到 這個相關資料 那今天大家才看得到 這份就是剛才姚老師講說 在晚報上面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聯合晚報 就是把這兩份 做一個對比 他們就是有助記這個部分 我要跟主持人報告一下 這個是台媒古錄 當時他們的檔案的資料裡面 是8月18號建檔 818 我告訴大家 絕對不是物質 如果是3月31跟8月31 你說8跟3錯了 那可能會看錯 我告訴你不是看錯 因為不是8月31 是8月19號 819 楊玉銘已經接受友台訪問 明白的講 楊玉銘 因為這件是楊玉銘來說明的 楊玉銘說是8月19號 也不是8月31號 但19跟31 總不會搞錯了吧 所以不是 絕對不是物質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楊玉銘說 絕對沒有這份文件 這份文件就是著名的 記住的 楊玉銘說 這份文件是偽造的 楊玉銘直接講偽造的 所以國民黨 拗過下去了 拗過下去之後 人家再把真的文件又拿出來 這是真的文件 是沒有的 結果呢 所以劉易如 整天去找他找一遍 你看找了一早上找不到 有那個政務官上班時間 找不到人的 我想姚老師當過立委 我也當過立委 現在宣任立委蔡立委在這裡 有政府官 再去找一遍說 什麼人找都找不到 有這個政府官 有什麼 在危機處理 國民黨在開會 說這邊怎麼處理 事情大條 只好出來承認 不過等一下 你剛剛這兩份 我們先跟觀眾講一下 因為原來大家看到 上面有註記的那一份 有註記的那一份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裡頭 有出現一個就是蔡英文的名字 然後呢 對... 然後英文裡面有介紹 我還要再提一下 我再舉一個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都參加過很多 學術研討會 我要跟大家講說 蔡英文是五月的時候 卸任行政運副院長 對 所以你看這裡有個 英文蔡對不對 英文蔡 蔡英文 2006、2008 如果這個表示什麼 表示他是卸任的 因為如果還沒有卸任位 2006一痕後面是空白的 對不對 我們在參加很多 學術研討會在寫論文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文件是 2006到2008 從這個的所有 對... 2006到2007 就知道說 這個時候蔡英文已經卸任了 不可能是三月 因為三月那時候 他在當行政院副院長 所以單單從這一點 都知道說 我記得文件 那個三月是錯的 對 所以絕對是錯 這個錯是誰填上去的 現在問題在這裡 問題就在這裡 第二個 劉毅如 報酬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 芝加哥大學別人沒有 經濟學博士的 諾貝爾獎的經濟學 經濟諾貝爾獎得主 一堆 這麼嚴謹的學術訓練 會讓他連這個都看不出來嗎 所以會加上這個是誰加的 誰加的 這是加上去的 這不是時間物質 現在劉毅如 他今天下午的記者會是 意圖淡化事件 然後說這是時間的看錯 對不起 不是看錯 是你把這一份本來沒有東西的文件 你把人家打字打上去追劍以後 發給立委 是這樣 所以這個問題是什麼 這是違作文書的問題 非告訴內論 就在聖議會所說的公訴罪 這可以散了嗎 拜託給特徵主你也稍頒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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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 那到目前為止 因為劉毅如主委他今天有出來道歉 那你們又剛才有開一個記者會講說 要包括主委還有其他幾個立委 立委 還要再出來道歉 那你們還有什麼其他後面會做什麼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問題 不是在於劉毅如 因為這是一個選舉的操作 大家都知道 藍軍也承認這是一個選舉的操作 既然是一個選舉的操作 你想背後是劉毅如嗎 不是吧 你看民進黨一個水果月曆的四字 照片物質了 最後蔡英文要出來道歉 我想在這裡來講 一個政務官做了偽造文書的事情 總統不用道歉 行政院長不用道歉 然後選舉的操作 主將會被道歉 買酒要出來道歉 不管後面誰叫所 這個文件是在經建會 任何一個辦公室裡頭 原來還是機密的 辦公室裡的文件 劉毅如能夠說是外人 一個選舉某一個單位的人 到裡面偷出來 然後把它加上去 放回到經建會辦公室 那你認為這可能嗎 那就更難想像 就更難想像了吧 這個公文是在經建會辦公室裡頭 然後現在出現 你說的加上去 刻意加上去的文字 那個劉毅如還坐在那裡幹什麼 我都不懂 因為這個劉毅如一定要負責任 因為劉毅如要不然就找出 要下台 要不是找出一個辦公室 有某匡議所 你的意思是要她下台